韓國議員 照剛剛的這個順序 先請我們主管機關農委會 就剛剛大家提出的這幾點意見 來做一個整體的回應 那個蕭委員還有在座的所有關心動保的動保人士 那針對剛剛我們今天的題目有關寵物食品 要不要立專法的問題 大概聽了大家的寶貴的意見 那農委會做簡單的回應 第一個就是說動保法 如果是放在動保法或成立專法 其實農委會我們是內部討論出來 是放在動保法裡面爭定 但是爭定裡面最重要的是它的條文 符不符合這個現行管理的一個機制跟期待 那至於是不是要另立專法 其實農委會在這一方面 我們可以跟立法院的各位立法的專家 大家一起來商討 到底是專法比較重要呢 或者是放在動保法裡面就可以 這個一個完審的管理 那至於是大家比較有兩個版本裡面 比較有出入的就是要採申報制或者登記制 那我在因為我們這個單位 我自己本身單位是負責飼料管理法的主管機關 那在這邊說一個參考 其實飼料管理法我們實行到現在 已經大概40年了 那快40年的過程之中 大家發覺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換證檢驗登記 其實是一個非常耗費 耗費行政資源的一個工作 而且即使它登記過了 審查過了 它最後還是要靠一個產品 它生產的時候還是要靠自己 產品的一個自主管理 還有後續的監督 那因此呢在現階段來講的話 所以我們每年國外 現在有採取產品資料 採產品登記制度的國家 已經越來越少了 這個連日本都已經不採取登記制 都是連美國現在也不是採取登記制 都是由工廠採取自主化的管理 自主化 那自主化末端的檢驗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此呢我們考慮到就是說 你一個產品 你現在在寵物業 寵物食品 在市面上所抽驗 我們每年所抽驗的各種品牌 看起來可能會比較複雜 因為它不像飼料 飼料很單純 它就是一個粒狀飼料 或者是粉狀飼料 混合起來 我們去驗一下成本幾個 那這個比較單純 那因為寵物它的東西比較廣闊 它有零食 也有零嘴 還有這個苦頭等等 其實在這裡面分類的時候 它在制定標準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因此呢 我們現在希望 如果每一樣產品登記 我目前飼料管理法 整個辦妥輸入跟製造登記證的 已經將近40年 我們大概的成案的案件 還在排隊 一年大概我們新增的是200多件 所以它看起來 但是浪費很多的一個行政制 那即使它拿到這個證照 你也沒辦法去管制它 它說它每批都要做批次檢驗 所以在這個先進國家 都是做自主化管理跟末端監測 末端監測是一定要做 所以在這一部分 農政單位 所以我們當時也是在考慮 到底是要檢驗登記制度 還是申報制度 做過討論 那也這個部分 還必須要跟業者 做一個溝通 因為以後規範的 說到動保團體關切以外 我們也要跟實際產業者 做溝通 到底他們能夠接受哪一種管理制度 比較符合現狀 那另外這個收衣是比較關切的 就是儲方飼料的部分 儲方食品 這個部分呢 謝謝我們也考慮 這個建議很重要 因為現在的儲方飼料 事實上已經也是 在整個寵物食品的市場裡面 是佔得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會納管 但是納管它牽涉到一件事情就是 你儲方飼料 它的儲方簽是合法儲方簽 還是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牽涉到專業的部分 可能就要屬於個案審查 所以如果是儲方飼料的話 我們未來走的方向是採登記制 一般飼料不採登記 那儲方飼料因為它牽涉到儲方簽 它是不是合法的用藥 那用藥合不合理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考慮納管 那接下來呢 就是未來我們 整個寵物飼料的一個管理 剛剛我們審理市長 也談了就是T度讀書 花了很多時間 其實他來到農委會 跟我們陳情 跟我們說明 我們也都討論了很久 那事實上呢 我們還是今天 為什麼大家很急迫 也就是剛剛蕭委員所講的 其實農委會現在 現階段 我們所能做的定定的任何參考 其實都是參考法 都沒有任何的法令來弄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急迫 希望把這一份這個法 先完成以後 讓我們有法原 我們才有執法的一個工具依據 那T度讀書 目前為止 我跟農委會所查到的資料是 他有一個叫做 那個國際史頂法典委員會 我們俗稱的叫做Codex 那Codex 它還有一個專家委員會 上游的叫Check法 那Check法是在2001年 就是剛剛 沈理事長所提出來的 它是 沒有錯 是六個PPP 0.6 但是呢 這個2001年 以後 他是他一個專家委員 提供資料給Codex 那Codex 一直到今年 我們都特別上網 還去查了 不只是農委會 我們也請了幾位 這個教授去查 事實上 Codex今年2012了 他們因為這個資料 還不是很完整 所以Codex事實上 在人跟寵物食品方面 都沒有真正定出標準來 這個要在這邊說明 那至於 是不是美國 國土安全部 他們有針對這個 來T2毒為生物戰機 這個事實上 我們有去查資料 是認為它是可以當生物戰機用 那它是會造成皮膚潰爛的 但是它那個是屬於 T2毒素 它要在提煉 高純度 高純度化的時候 它才會有很快的 那因為T2毒素 大家知道 黴菌毒素 它是一個自然界 產生的毒素 所以定標準是一定要定 但是 是否不定標準 現在沒有定標準 是不是不得檢出 這個部分 我們農委會 不這樣認為 那是最後還是希望 今天這個法 能夠在 我們大院 能夠幫忙 在共同努力之下 來趕快定法 這個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那農委會 未來制定相關的法令 我們也會做 那剛剛也講 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只關心 黃菊毒素 那個是說明 如黃菊毒素 但是如果 是屬於黴菌毒素 那個是說明 瓜糊 並不是在 我指定黃菊毒素 其他都不定 不會的 這個在這邊先說明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那麼可能剛剛 今天討論提出來 跟這個食品相關 又這個 在我們現有的兩個版本裡面 沒有處理到 就是廚房飼料的這一塊 那都是這個 也要請農委會 也是要再做這個相關的研拟 因為畢竟到時候要處理 我們希望能夠最快速的方式 那這個廚房飼料的登記制度 那我們包括我的版本 也會再來進行處理 那另外就剛剛 我們今天有討論一些 具體的黃菊毒素 這個T2等等 事實上在我這個版本裡面 在第四頁裡面第九條 我們有談到 直接危害動物健康 或間接危害人體健康者 當然這個到底哪一些物質 以及含量的標準 還是有待主管機關去做認定 那不管是我的版本 或者是農委會的版本 都是有賴主管機關 在辦法裡面 在做細部的 因為畢竟各種的毒素 一直在改變 這個我們科技 一直在發展 不能夠每一年都來修這個法 所以我們還是要由主管機關 給他一定程度的彈性 能夠與時俱進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提供一個法源 但是對於這個含量 或者是檢出的標準等等 還是要由主管機關 那是不是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要拜託農委會 在跟這個修法的程序同時進行這個不衝突 就是你們自己也要開始內部有一些這個辦法的 這個延領 是不是已經有在進行 所以就是說當這個法通過的時候 我們這個辦法是已經到一個準備好的階段 可以馬上就來執行 我們是希望會有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準備 謝謝 那接下來是請這個我們的證證 證證證 我今天給那個在你助理那邊有一個 我調到國際食品法典委 Codex Codex Codex確定 已經是確定在2001年 走英文的版本 我特地昨天 特地請人家去做 前天請人家翻譯 已經是確定建立了 建立T2毒素 是建立為T2毒素 每公斤是60mg 好謝謝 這個我們回去會把細節拿來參考 那接下來這個標準 要法通過的時候 我曾經也把就是 我們好在2000年89年 我們加入WTO 我今天給你一個錄音帶裡面 中華民國加入WTO 加入那個就是聯合國禁止化武公約的時候 就已經說了 所有只要是T2毒素 任何在生活中間深化毒素 裡面T2毒是不能有的 好那這個 我們回去也會再看一下 再跟農委會進一步來 針對這個執法的問題 來進行協商 好那請 曾經在裡面 謝謝 還是謝謝我也非常關心 我們這個動物保護法的這個執行 那剛剛其實有很多的朋友 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好像動物的一個 那個飼養管理上面的 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指標 或者是虐待到底怎麼定義 傷害到底怎麼定義 其實這一部分 我們一直有在做相關的一個 研商跟檢討 因為要把這部分的一個範圍很明確的 用文字把它表達得很精準 它真的還需要比較謹慎的一個處理 跟一個相關的研究工作 那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 就動物保護法或者是動物保護法 事情細則這一部分 去考量 是不是應該把這些 比較不確定的一些法定名詞 把它定得更詳盡 那我相信如果說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標準定出來 可能未來實際上 地方政府或者是相關的一個檢調 在做案件的一個裁量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 可能那個會有一些比較明確的依據 所以這部分會一直在處理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對未來這些案件的一個處理 跟成案可以有更多的幫助 謝謝 好 謝謝 但是因為你說你們有在處理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 大家在討論的這個農委會的這個版本裡面 事實上是都沒有處理到這一塊 因為那部分會在施行細則的部分 在施行細則 對對對 因為那個是一個名詞定義 會擺在施行細則 那你們是不是有一些進度的時候 也能夠將施行細則提供出來 讓大家一起來檢視一起來討論 定出來之後一定會先做預告 那你們現在的期程大概是怎麼規劃 你們現在施行細則就是一個內部的嗎 對對對我們希望在明年的至少六月 先提出一個版本來做一個預告 對 明年六月那這個很久耶 對 因為我們其實整個施行細則的修改 不是只涉及到這一部分 因為斗寶法這幾年其實修了很多版本 那整個跟施行細則的配搭上面 其實有些條文已經配搭不上了 所以那個整個的一個修法的作業 其實真的是我們是希望讓我們比較審慎的 去做一個好的調整 那你們是在做眼影跟調整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樣的機制 能夠讓這個外界也能夠提供意見跟參與 除了我們這種公聽會以外 你們農委會內部的這些會議是 要集相關的專家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有這個所有關心的這些朋友 能什麼樣的機制來也來參與 是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本身會裡面我們依照洞寶法 其實是一個有一個知役的知役小組 那當然它是一個委員制度 那我們今年度在知役小組底下也設了四個分組 那它討論的可能那個分組有一組是 就法制的部分 那其實未來如果我們這樣相關的議題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真的非常歡迎就是說 有意願一起來參與討論的一個團體 或者朋友都可以跟會裡面來聯絡 其實我們非常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討論 謝謝 對啦只是大家可能比較不會知道 這個內部討論的時間訊息 可能還是要有一個公告的旗幟 其實大家隨時如果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可以跟會裡面這邊做一些意見的聯絡 對 那這個我們接下來請法務部 先請邱科長 對待一些制度的問題 那我們再請謝科長 主席不好意思 我想先跟大家再說明一下是 我們法務部是尊重各界對於說 這個是不是要提高刑罰 剛剛我的發言是針對說 如果要收效的話 如果說大家怕罰錢 我們不是說法務部是這種建議 而是說如果說你們要一樣 最後法院處決的結果 如果是處一顆罰金的話 我們才會建議說 用行政罰還的方式會比較快速 而不是代表法務部建議說 一定要處行政刑罰 而不可以提高刑責 這部分的話我要先做澄清 那這部分還是看看各界對於這個部分 認為哪一種方式可以有效的遏止 這種虐貓行為 還請各界來做指教 另外呢 就針對那個剛剛有代表認為說 那追討罰金的部分 那這部分呢針對可以一顆罰金 是指說法院判處六個月以下 有期徒刑的時候 可以一顆罰金的情形 那一顆罰金 在刑法第四十條 四十一條四十二條到四十二條之一 有相關規定 就是說針對可以一顆罰金的案件 如果他自己沒有去申請一顆罰金的話 就得以易服社會勞益 抱歉 可以服社會勞動 那如果說第二個就是說 他如果有去申請要一顆罰金 但是屆時的時候還是繳不出來的時候呢 那第一個就是會申請強制執行 那如果執行還是執行不到的時候呢 就是也是易服勞益 那或是說他在易服勞益的 應該履行易服勞益的期間經過以後 他還是沒有辦法履行這個易服勞益的部分的話 就要去服徒刑 這個部分是就刑法上來做相關的說明 謝謝 那針對這個強制的心理是有要矯正的部分嗎 那有關於這個心理矯正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比較沒有那麼專業 那這個呢要是農委會他們對於 尊重他們第一個在政策上的決定 還有他們專業的去判斷說 這個部分是不是要做強制性的心理矯正 那這部分的話 對人的矯正不會是什麼問題 動物不是關的嗎 沒有抱歉 就是因為這個是動保法的主管 是他們先去考量 那如果說他們覺得這個要部分 怎麼樣去矯正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是說就這個心理矯正的部分 有相關的研究 這個部分就沒有辦法提供說 是不是一樣這樣子一定會比較好 這部分還是需要做考量 是 謝謝 那這個謝科長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這樣那個剛剛正立軍委員 他有跟這個調查局的局長 有約了 已經約了 那在這個星期三 他也會陪同幾位特別關心這個個案的人士 一起到法務部來拜訪調查局長 那這個政委員 後續還會再繼續來跟大家關 星期二 對 星期三做處理 那星期二 政委員會再跟我們關心的朋友 一起去拜訪局長 那這個動作我們還是持續的會來進行 我們應該會進行的 那些事